我們的蔣春新在戲劇佛裝行業當中 這麼為名人做的 像梅蘭芳、陳銀秋、沈徽生 還有桑曉雲 他們四大名單這些佛裝 花 從1961年開始學畫畫 就是喜劇佛上的花樣設計 花樣畫在紙牙上面 然後紙牙有人專門刺畫 刺在敵人薄膜上面 再把這個薄膜印在料子上 料子印好以後就由我老頭負責送出去繡 修畫回來以後 我們就要製作 這個製作首先我們要瓶漿 瓶漿以後要刮漿 刮漿以後要向邊裁剪 所以這個一個過程當中 最主要的還是我們一個瓶漿 因為畢竟它能夠把它的這個 龍的畫形能夠定位定好 第二個呢就可以把 它的視線、金星的光度能夠出出來 非常亮度 最後我們就是說要滾邊啊 要頂紐刻啊 到最後呢就是俏理啊 這樣才能夠完成這一件衣服的骨子 我今年已經八十一歲 我是從十三歲之間 我們就開始修圖了 西巨佛藏呢跟龍炮比呢 比較簡單一些 但是製作的過程也是很繁殊的 譬如說 我們現在做了一集康熙皇帝 我們這一集康熙皇帝做好以後 時間大概要十一個月 就是從頭到花樣設計啊 下料、修花 再回來整個十四一個月 這個當中一個就是有個尺寸 每一件衣服的尺寸、尺碼 它都有規定 西貨做出來以後 你要通過幾個方面檢驗 尺寸對不對 花形對不對 顏色對不對 這個還有到最後 就是我們在整理的時候 一定要把它湯平 就是一個整理 整理當時我們不是現在的這個用途 當時都是替用途 這個當中特別提出來 你整理的時候 不能把這個衣服燙黃 因為西巨佛少了以後 就把這個東西 所有的西巨佛藏的花樣 花形移植到這個起寶上 所以我們的心結起寶也做得不錯的 是否在那裡 是否在那裡 都沒有到尺寸 在那裡 那裡 是否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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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還是要照顧 是否在那裡 有些人 感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这个西区活场确实是写主席提出来 传统文化一定要发扬 去年跟今年是在做这些工作 把写食物它的资料 我们制作要求能够出一本书 我们一带走了 到后面它有一个参考资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